好花莲市的萨古尔部落文化聚会所已经在日前申报完工了 进入验收的程序 那么市长魏佳燕亲自前往会刊 要求验收的过程严谨 也期许取得使用执照之后 能够的尽快正式开放来使用 让在地的萨奇莱雅族人有一个日常聚会 办理碎石记忆的户外活动场所 萨古尔部落是花莲市第五座部落文化聚会所 为了让部落族人有完善的生活休憩和仪式祭典开放空间 花莲市公所经过多年筹办及多方的协助 沟通达成共识才让聚会所得以顺利兴建 一开始从地幕的一个变更 然后再向我们中央政府申请这样的经费 那两千多万 那最后追加到两千四百多万 然后一直到很多的地幕 包括还有空军的一些问题 那也要包 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 郑天才立法委员 以及我们三位的原住民的议员 我们的迪布斯李正文 还有周俊佑 以及我们两位的市民代表 我们的小明龙跟我们平导不定代表 真的很感谢这些我们前来协助的这些贵人 那最主要也是很谢谢徐从头目 那一直尽心尽力的在为部落主人来争取部落聚会所 那我想第五座 那最重要的也要感谢我们现任的议员 魏嘉贤议员在担任市长的期间 那新建了争取了五座的部落聚会所 最后未来也希望这座部落聚会所不只是火神机 有更多的祭典都可以希望来善加使用这样的广场 那也谢谢部落人的照顾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聚会所来施作 未来我们会想帮设法来看看很多的土地 跟我们一些争取经费的部分 我们都会看看其他的部落聚会所能不能来施作 撒过部落文化聚会所被金黄色的洛宇松所环绕 被誉为是最美的部落聚会所 而聚会所主体刚够建筑融入族群传统图腾设计 前后也都预留空间 要作为野菜市集摆摊及户外的活动场域 部落头目和在地里长都非常欢喜 对啊 这是我们已经期待十几年的事情了 今天能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聚会所 心里是蛮激动 蛮感动的 如果部落里面有需要的村山喜事 如果部落要需要这个聚会所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给部落来作为那个场所这样子 因为部落的主人已经期待十几年了 终于已经能够成立这样子 他们非常高兴 连厕所什么环境维护 他们都已经想好要怎么去做维护了 对他们想好他们后续他们会保管的好好的 萨古尔部落文化聚会所112年12月5号厂商申报完工 市长威家宴要求验收过程严谨 也期许在取得使用执照之后 可以尽快的正式开放使用 让在地的萨基拉雅族人有一个日常聚会 办理碎时记忆的户外活动场所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